18日月云鹏在社交平台在线催更,发文称,两天追完了警察荣誉,非常强烈的那种强烈要求拍第二季,原班人马的那种并爱特了张若云,看到这一幕网友们也是积极回应, 纷纷在线催更,表示张若云是永远走在欠第二季路上,还有网友表示在帮忙催更下沁云年第二季,看到月云鹏在线催更也有网友不禁感叹月云鹏太接地气了,月云鹏的催更也是说出了粉丝们的心声,而看到月云鹏为了追剧半夜还没有睡觉,网友们也纷纷表示月云鹏注意休息,别总而夜,要不然头发就长不出来了, 不得不说警察荣誉真的是值得大家一看,这部剧可谓上半年国产剧里高开高走,最终结局稳住了,而且还有升华的优秀国产剧,虽然会不会有第二季还真的不一定, 但张若云欠网友们太多第二季,无论是庆余年还是雪中汉刀行都迟迟为给大家一个交代,不得不让大家着急, 对于网友们的催更,张若云也在线表示我跟二没仇,惹得网友们哈哈大笑,也希望张若云能够早日还债,不然怕是网友们会一直催更下去, 最后弱弱地问一句张若云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进阻?